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答疑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有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侠 今天我们来说说女人私处很娇弱 出现两种流血情况 要重视,在评论区回复生殖器官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生殖器官的那些事 性私处非常的娇嫩 长时间处于潮湿高温的环境中 会引起外阴的疼痛感和骚痒 但是有多少人能了解女性私出的难言之隐呢 治疗起来困难而且会反反复复发作 一、阴道流血 当出现子宫肌瘤时 女性有周期性的流血 月经期明显延长 而且月经量多 同时伴随着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最常见的是肌壁肩肌瘤 或者粘膜下肌瘤发生出血 另外,也需要警惕功能性的子宫出血 去医院做检查时并不会有 生殖器官或者全身疾病 在主要和类分泌系统失陶有很大关系 患者的月经量增多 而且月经周期紊断 二、妊娠器的出血 怀孕两个月 阴道流血需要警惕宫外孕 同时伴随着腹部疼痛以及恶心 当舒暖管认诊发生破裂时 会引起腹腔大出血 以及腹部疼痛 甚至会诱发休克 月经停止 两到三个月左右 需要警惕头套太流产 患者会出现少量流血 温馨提示 在生活中女性要警惕四处流血 并去医院做复课检查 一旦发现异常 要及时解决 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间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生殖器官的那些事